它在全球范围的高速公路、普通公路、所有公路挑战燃油效能 汽油价格在世界各地上升的同时 它依然是燃油效能最佳的小型房车 同类车中率先使用1.4公升波轮增压引擎 高性能、低油耗 难怪它在全球60多个国家都是增长最快的品牌 在本国同受欢迎 全新Chefrolet Cruze 同级车系中最省油 超越一般驾驶 Cruze 多伦多市长福特紧尊竞选承诺 起车登记退税支票 今天起陆续寄出 本国的月份通胀率 稀微下跌0.1个百分点 经济学家预期 央行短期内都不会宣布加息 今天是埃及的胜利日 和万名民众庆祝穆巴拉克落台 众多地区多国反政府示威活动 知毫未见平息的迹象 欢迎收看2月18号的晚间新闻 我是刘家欣 新闻的详细内容 多伦多市长福特上台之后 紧张自己竞选时的承诺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面 正式取消汽车登记税 而对于在早前已经缴交了税项的市民 他们将会由今天开始 陆续收到由市府寄出的退税支票 取消汽车登记税 是多伦多市长福特的竞选承诺 市议会已经在去年年底 通过了取消该税项的议案 但因为它的正式生效日期 为2011年1月1日 因此一些车主在这个之前 已经缴纳的税项 会在近期收到退税支票 福特今早在大多伦多会展中心 为加拿大国际汽车展开幕战彩 并宣布有关车辆登记税问题的斗争 已经正式结束 福特在今天中午12点30分左右 在市政厅 为已经预付了2011年汽车登记税的市民 寄出了第一批的退税支票 市府将会在未来的六个星期内 一共寄出14万7千张的退税支票 WOW TV 雷晨日报道 大多伦多交通管理局 Metrolins今天正式批准 购买12节列车车箱 以连接市中心 联合车站和多伦多 皮尔顺国际机场之间 这行订购列车的合约是与美国驻有商市公司签订的 价值约5千5百万加元 Metrolins表示 这12节的车厢将会组成6列 每列2节的列车 预计每列载客量为120人 根据合约 Metrolins还可以选择在未来 再增加订购6节列车车箱 市合约的总价值达到7千5百万加元 预计新列车将会在2015年投入使用 以缓解目前联合车站和皮尔顺机场之间 每年500万人次的繁忙客运量 ROW TV 雷晨日报道 加拿大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本国一月份的通胀率 与去年同期相比 轻微下跌了0.1个百分点 至2.3% 主要是由于能源价格的升幅有所放缓 与去年12月相比 稀油零售价格上升了3.5个百分点 岸年上涨了1成3 而食品价格亦比去年同期上升了2.1个百分点 另外与去年同期相比 汽车保险就上升了4.8个百分点 而餐馆用餐价格就上升了2.7个百分点 至于家庭装修成本 亦都上升了3.6个百分点 按商品类别来看 除了服装类以外 其他几大类别的商品价格都有上升 从地区来看 斯高沙省的通胀率最高为3% 而安省的通胀率就是2.9% 至于亚省的通胀率就最低 只有1% 1月份 除去食品和能源的核心通胀率是1.4% 仍然低于央行设定的2%的理想标准 所以 经济学家一致认为 目前的价格升幅适度 央行在3月1日宣布新的利率政策时 加息的可能性不大 预期央行可能会在5月份或7月份先开始加息 联邦国防部长墨凯今天宣布 将拨款过千万家园 用于帮助患病或受伤的燃疫家军 以及退伍军人还有他们的家属 国防部长墨凯今天在安省的Trenton家军基地宣布 联邦政府将拨款690万家园 在未来的3年内新建5个一站式的军人服务中心 同时提供每年400万家园的运营资金 这些新设施将会为家军士兵 以及他们的家属提供从医疗到就业辅助的传统服务 新设施分别会在安省的Trenton家军基地 Borden家军基地 比斯省的Cormox家军基地 亚省的Code Lake家军基地 以及灰省的Bactovia家军基地 另外还将会在沙省的Mustra 设立一个卫星站 目前在全国已经有19个类似的服务站 用于为从战场上返回的家军士兵 以及他们的家属提供服务 WOW TV 雷智日报道 国际方面 今天被埃及民众命名为胜利日 而庆祝统治埃及30年的前总统穆巴拉克落台 在今早早 赫罗民众聚集在埃及首都的解放广场 据称 今天埃及全国将有超过100万人 参加今次的庆祝活动 今晚的庆祝活动 与以往最大分别是 广场上没有警察当值 而是由军队在现场直接负责保安工作 并向在场的民众派发国旗 在广场中央 有埃及知名馆乐团在现场演奏 民众聚集在四周 遥其立喊 居在场的民众表示 今天 军队不单止保护他们的安全 更和他们一起分享喜悦 由前总统穆巴拉克辞职到现在 已经有接近一星期的时间 期间 埃及最高军事委员会接管国家事务 民众的生活逐渐恢复正常 鉴于事态趋于平稳 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主席 哈雅斯昨天宣布 埃及的文化估值 将由半星期日起逐步恢复开放 巴林、也门和利比亚的反政府示威活动 今天依然没有平息的迹象 而伊拉克今天 也爆发大规模的示威活动 有目的者说 历史在当地近年来 发生最为激烈的示威活动 昨天发生在伊拉克 富尔德自治区 苏莱曼尼亚市的反政府示威活动 今天蔓延到南部城市巴士拉 上千名示威者涌上街头 高叫口号 要求当地政府改善服务 提高就业、增加工资 而在前一天 发生在苏莱曼尼亚市的反政府示威活动 共造成2人死亡、47人受伤 巴林、十业派示威者 为昨天在清场行动中 丧生的同伴举行葬礼 并号召民众明天参加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一位十业派议员表示 清场行动意味着 与政府谈判的大门已经彻底关闭 所有的十业派议员将会集体辞职 而是抗议 在延门示威活动进入第八天 当日几千名的示威者 仍然在全国各地举行游行活动 据悉在延门南部塔伊之省 举行反政府游行的示威者 今天遭到政府支持者的手楼弹集击 造成一人死亡20人受伤 而在利比亚越来越多的示威者 今天聚集在东部港口城市班加西的城市中心地带 他们准备在那里设议责任 直到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 WOW TV 雷智银报道 沃江达在今天正式开始大选投票 选民将会投票选出新一届的总统和议会成员 沃江达选举委员会在全国 設立了近2万4千个投票站 参加总统选举的候选人一共有8名 现任总统穆塞韦尼 自1986年以来第四次参选 而反对党联盟推举的贝西傑 被认为是他的最大挑战者 穆塞韦尼在选举前说 他将已超过8成的得票率获胜 不过贝西傑就说自己将会获得6成的选票 而最新民意调查就显示 穆塞韦尼有可能赢得这次的总统选举 沃江达警方和选举委员会呼吁民众要保持冷静 慎防暴力事件发生 沃江达警方已经在市区内的主要街道巡逻 选民在投票站排起场队 目前投票过程仍然进行得很顺利 预计选举结果将会在20号公布 近日在英国埃塞克斯棍一名做生意 叫西蒙的男子因为捉责反而成为被告 原来西蒙发现自己一名职员马克 偷了他一张845英镑的支票 于是西蒙将马克的手反转捆绑起来 并在他的颈上挂上一张牌 写上我是小偷 偷了845英镑 现在正前往警局的字据 之后先将马克送去警局 谁知道因为这种不恰当的方式 反而被马克起诉 并告上法庭 法官将西蒙判处他罚款5千英镑 罚款给马克的精神损失费 并支付2万9千英镑的法律诉讼费 最终做小生意的西蒙唯有卖屋来囚集罚款 昨日找了一个妈妈特雷西 在商场购物时和三岁大的儿子卡纳姆失散 当找回的儿子时 他已经被困在一个夹公仔的机器里面 换完赶到之后 用了一个小时才把卡姆勒救出来 他妈妈就说 儿子在由机器的出口爬进去 在惊叹卡姆勒游韩程度的同时 他也被儿子的所为吓破胆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在稍后中港台的环节将会报道 香港立法会财委会 可能押后表决 鼓励就业交通津贴的活款申请 一名中银职员 被控誤导客户 也会投入金价主义 对 这个市场游客户 支付海深吨 一路和滚三大 因此 我了解 的 在网友 我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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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了解